北京时间1月8日 熊鹿121比109 击败篮网 这场比赛是东部豪强之争 篮网东部第二 熊鹿东部第三 没想到这是一场熊鹿碾压的局 上半场领先11分 第三节打完领先18分 本赛季熊鹿领先进入末节21胜0负 而且手握18分的领先优势很难被翻盘 最终字母哥末节只打了5分钟就下班了 这场比赛字母哥27分钟 17中11 3分5中2 罚球10中7 拿下31分9助攻7篮板 命中率64.7% 3分命中率40% 真实命中率高达72.4% 极为恐怖 对比之下杜兰特的37分钟 19中10 3分3中1 罚球8中8拿下29分9篮板 7助攻1抢断1盖帽 命中率52.6% 的确逊色不少 MVP之争 字母哥赢了数据于比赛 赛后凯文杜兰特收到了口诛比罚 因为篮网在面对东西不分区 前40战绩为8负零胜 篮网被批是联盟第一尾强队 作用两个巅峰MVP一个顶级的分手 欧文的篮网是尾强队 战绩的表现就是这样 这导致杜兰特都跟着遭殃 杜兰特超油音的夜晚也吞下里程碑 1月7日晚上 NBA官方更新了MVP榜单 字母哥第一 杜兰特第二 约基奇第三 库里第五 德罗赞第六 詹姆斯第七 保罗第八 戈贝尔第九 莫兰特第十 但这场比赛后杜兰特在BBR的MVP概率跌至第三 感觉上连续不胜分区前四的强队 这让杜兰特的MVP概率持续走低 赛季初一度与库里争先 如今两人都被字母哥约基奇反超 杜兰特第三 库里第四了 一项数据更加衬托杜兰特的悲凉 上半场杜兰特vs雄鹿拿下19分 拦网其余球员17分 杜兰特本赛季四场比赛 半场得分超过其他先发球员 仅次于库里的五场 换言之詹姆斯哈登这位昔日的得分王MVP 都无法为杜兰特分忧 杜兰特是本赛季的得分王 可球队其余的球员给他的帮助并不多 尤其是哈登神异场鬼舞场 这样下去KD的MVP就要没了 文言小白 KD的MVP